近日,山东资博一名身穿道士服的男子在烧烤景区门口被警方拦下,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,该男子在被警方拦下后,周围的人群开始为他辩护 称他从小就穿着这种道士服,这是最古老的中国人道教衣服 但是,警方表示,该男子不能穿着这样的服装进入景区吃烧烤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,如果该男子没有违法行为,警方就不应该禁止他进入景区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,警方的做法是为了防范该男子在景区行骗,是有必要的 因为这所谓的道士手里还拿着个袋子,里面装着一堆红绳之类的,肯定是进去出售的 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,我们应该尊重并理解 在这个事件中,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 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某些行为和装扮的看法存在差异 道士服是中国道教的传统服装 但是,对于一些人来说,这种服装可能会被视为不合适的穿着 此外,如果该男子在景区行骗 那么,警方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是合理的 但是,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也应该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,确保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如果该男子没有违法行为 那么,警方应该尊重他的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 并提供合理的解释和处理方式